以前最令我們印象深刻的是他很會拉二胡 甚至用國樂的方式來幫我們教堂比較西洋的這些詩歌來做配樂 從小在教會成長的孩子 我覺得他比一般的孩子有更多就是愛這個世界 愛這個社會的心 我們的師父還有我們的師兄師姐在花蓮陪伴 他們他剛剛爸爸也跟我講說 真的很感恩慈濟在這段時間 對他們真的是非常的照顧 因為我們的師姐就住在他的樓上 我們會持續的關心 親友都對江沛峰的離世感到哀痛不捨 今天晚上6點54分江沛峰的家人帶著他的骨灰 抵達樹林的盛心堂 至親好友還有新北市長侯友宜都前來慰問 江沛峰是畢業於文化大學電機系 在2019年考上了台鐵議員他的駕駛夢 但不幸遇上了出軌意外 年僅32歲 新北子弟志工接綁要繼續陪伴家屬度過傷痛 再來